國安 滕貝斯路日成名 各位練友 阿彌陶佛 時間在過 非常的快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在過去 我常常認為 有時候要提一下大家的心 所以呢 在每次 我們 佛妻的時候 都會利用一些時間 在每住鄉之間 跟大家講一講 可是我認為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真的沒有辦法 把心靜下來念佛 其實在中國大陸 但目前還是有那個道場是 整年喔 一天念佛 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 那就是 你自己覺得有需要出來的話 到外面來一下 一個重頭一炷香 這是我們老和尚體驗 怎麼樣才能夠讓心專注 有時候你看看 你繞佛繞到一半 他們是要繞佛的時候你出去 還在繞佛的時候你再進來 經常你一插後面的人就要 有時候就變成要停頓 走起來也不方便 所以他老人家就想想 一天如果能夠有 七炷香到九炷香 要很用心 那你大家出來一起休息的時候 是休息 其實那不是要讓你到外面來聊天的耶 很多人在這裡想到什麼 在這裡念佛的時候 那個神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到外面呢 性依來 其實他在這裡講話 就可以把那個屋頂翻了 所以不用麥克風的 如果像早上那個麥克風 就是那個喇叭壞掉 像現在其實 我覺得聽的有回音 應該這個是不要的 在把它關小一點點 這回音真的是不太好 我想没有在场 也有很多人上班不得已 非在家里的人 我希望在现场听到的声音不会这样 可是我今天 因为昨天要招请之前 实在吵到我在里面 想要讲话都有点困难 大家就忘了啦 到大殿里面不准讲话 到外面忙不宜的要赶快去讲一些什么事情 甚至于把你的烦恼带到这里来 又带出去 我想如果说我要请一个人来告诉你们说 真正的我才回来两年 你那个心烧一重 业障就来了 是有人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 可是这一次呢 我就先开始不要请 为什么现在 从每一次经常要到大陆去照顾妈妈的 陈医师陈宜辈 他昨天来的时候 他觉得 哇 肚子怎么那么饿啊 就是他最近到台南的奇美区 那他觉得肚子饿我们请他进来 说为什么肚子饿 就有人问他说 你去那个医院 你从 你要回来这里参加佛祭之前 你有到日本去 你读的那个大学 甚至有一个庆英医院 去把那里被解破实习的那些众生 还有 有些人他病理切片 也许他在治疗当中就往生了 他有去请他们回来 他很用心耶 他回来 来到我的会客室 他拿来一瓶作水 其实那天呢 我知道他要回来 可是 他有时候直接要到极光寺来 我说好 那他们来嘛 我就跟几位连友呢 说到外面去跑一跑 结果他半路上告诉我说 我们已经回到那个北斗了 我就想好吧 那你先回到极光寺来 我没有想到他 专程 还没有回到他们家之前 来这里干什么 那第二天 那一天早上他一大早就拿来一瓶作水 说实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感动 他说师父 我这一瓶要怎么办 这一瓶作水 他说这不是作水啊 他说他到他的医学院还有到医院去 请所有的需要回来 被救度的众生还有实验的动物 请你们住在有作水的瓶子里面 我把你们带回家医 我当时想到他的心怎么那么细 我说你把他们请来住在功德堂上好了 我们已经有贴了 然后你把那个作水 你去倒在我们的那个大树的下面 因为他说他将来住在那里面 他爸爸说一切 他会去买 他也会去买 他会去买 这只要买 那会大余 他会去买 那会一切 就是这只要买 这只要买 这只要买 那个买 他经历 他买 那这只要买 这个买 那只要买 这个买 我沒有想到 當然兔子啦 老鼠啦 有一些東西我想到 我說奇怪 你另外在寫的這一些 連蝌蚪連什麼都有 他說十五 真的 我們在醫學院裡面去用這些 那一位幫忙他的人 他連護理都沒有讀過 他也沒有讀醫生 他怎麼會知道 還要拿那麼多東西來解破 所以他就講到 你把我們這些怎麼樣破 講來很多 其實要讓大家能夠了解說 十方法界裡面 六道裡面這些眾生 佛經講的沒有一句假的 有時間會請他來告訴大家 跟其他有感受的人 這次大家回來有沒有看到我們那個牆壁上 這是我從還沒有見極光寺之前 我想我們這個是念佛道場 我不要去裝潢一些跟我們佛法沒有相關的東西 好像說 這個道場很好呢 有很多藝術品可以讓我們來欣賞 那一位書法家他又是陶藝家 我從以前在我們那個道場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 要怎麼樣把這些書法家很好的東西 又是寫佛經的東西能夠放得很永久 扁兒可以嗎 會瘋化掉啦 我們把牆壁粉刷好再叫他來提字可以嗎 有很多書洞破啊 其他有一些人 那個名人 都到道場去提字 可是我想到那個大師至菩薩念佛原童章 就是要講 叫我們怎麼樣來念佛的 好不容易呢 在我們這個法會之前幾天 終於把它完成了 大家不要認為很簡單 把那幾個字拿來照順序把它黏上去 你看一塊一塊磚要燒起來呢 手工切的啦 你看起來一樣大 它燒起來的時候有時候 它燒起來的情形不一樣 那個字又有一點高度 你在施工的時候如果有一點往上翹 或者是往下低或者是翹一邊 光線一照之下呢 大概那個字都不一樣 可是很多人就告訴我說 看到那一幅念佛原童章很感動 我們有很多人就問他 很奇怪呢 人家燒的那個藥都會留下來 為什麼你這個不會留 他很 cheesy 他說 可以不可以讓我猜一猜 那字它要很寬啊 他們三個父子全部都 兩個孩子呢 也繼承了他爸爸的那種 對陶藝方面有興趣 她爸爸寫了字以後 那個 他們要弄得厚度 下面那塊磚 完全是他儿子跟他女儿 两个人一起弄的 简单吗 父子一起弄了一年时间 你们想一年 不对 三个人用一年时间 那是不是如果一个人做 还没有人合作 你要怎么做 我看三年真的没有办法完成 而且你们去看看 非常的完整 其实我想 大家的国文程度都很好 应该可以看懂 可是前天就有 我们的人有说 师父 那个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我去站在那里一看 回来一直想哭 我又在顺着 你又在读乎 你现在虽然就会 会 于是 好 是 我 在读乎 我 好 身體好好 很好 我能不答應嗎 一不容辭的就答應了 可是我也不能亂講 我们法会前一天 我客人那么多 我到底要从哪里讲起 我们只有七天 其实讲起来 我们只有六天时间 可以来讲这个 我如果今天晚上 把它读一读 用那个白话 把那个字面的意义 跟大家讲完 很快啦 晚上就可以讲完了 可是我又有一点说 假如我们这一次要讲 我是不是应该 一点时间 我们不要把标题讲 就从那个文里面来 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大家如果去查那个 Google 也可以看出来 有很多位 这个对经文很熟悉的 在家居士跟出家人 都有写一些白话翻译 可是我都很懒惰啦 我相信你们也没有时间去看 那就干脆利用这个 晚上的时间来解释一下 这一篇文是很短的 没有比心经多几个字 如果太长 我也不敢请这一位书法家 来帮我们做这一篇 我想很多人一看眼花 也不想看 可是这两百多字 应该大家都可以看 回来的时候都去看一下啦 不要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 那我就把我能够体会的 我能够了解的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就从那个本文讲起 大势至法王子 就先讲这个大势至法王子好了 各位 你们看到这个 我们这里 大的佛像 还有林老师 在家里很宝贝 割爱的前面这三尊 你们看前面这三尊是谁啊 也是西方三尊 只是座姿跟蘸姿 就是那个小的不一样 以前说实在的 有一位在做玉的生意的居士 他送给我们一尊台湾玉的佛像 事实上也是很老 但是没有这一尊 我说 那个佛像全部都是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怎么弄一个老头子啊 那这三尊请来的时候 我看一看 我说 我们头脑有没有去想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与今时节 多长的时间 有没有去想 难道可以用很年轻的那个像 连那个无量光 无量寿 那个无量光 我们不要讲 这个是讲无量寿的话 它没有那么老的像吗 所以我讲 假如我们要 雕塑 那个阿弥陀佛应该是有无量寿的话 大概应该就是 很老很老的像才对 那你们看看 这边 上面的你们看看 中间阿弥陀佛 好 我们讲 我了解阿弥陀佛 可是两边 我以前也是觉得 两个观世音菩萨 一边还有道理 我给你 说 你 不知道 怎么会有 在哪里 去 有 不 你 去 我在 因為我的台語是我爸爸教的 他有時候他講 你講的道理齁 連我都講不過去 你不要講給別人聽啦 你要講了 每一個人都願意聽你的啊 其實到他要靈民眾使 顯的那種現象 冬天喔 就在回去之前沒多久 我跟袁聰施 還有幾位去跟我爸爸祝念的時候 他把冬天的衣服 這個右手一直扯到上面來 我說爸爸 你 你 現在冬天很冷耶 你為什麼要把那個手扯到那上面 我想他沒有在拜佛 也沒有看到他在念佛 那我回去我就說 爸爸你今天有沒有念佛 他都跟我點頭 到了第七天了 那個原聰師傅呢 就說 我想今天我們回去以後 你要叫你的弟妹 弄那個 彈香水讓爸爸沐浴 我想他耳朵有一點容 大概聽不到 可是我們去跟他講的時候 我問他你的手怎麼要這樣 他說 你們坐在這裡念佛 為什麼要把手放下來 他說我看到那個手扯到最上面 這邊這邊沒有 所以他的袖子他這邊沒有弄 沒有把它弄掉 他說我看到這個 那其中還說 那個慧卓師去授戒之前 有帶我去說 爸爸我要來這個道場授戒 那時候還沒有佈置喔 可是在那段時間 他沒有顛倒 他跟我講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現在去那個道場很熱鬧耶 怎麼外面擺很多攤子 在賣念珠賣 賣那個海青這一類 我真的嚇了一大跳 那他還跟我講 我跟你講喔 不是他跟我講 我說爸爸那你今天怎麼念 他說 我隨便念 我說你怎麼可以隨便念佛 他說不是 我跟你講喔 我看到阿彌陀佛來 我就念阿彌陀佛 我好像是阿彌陀佛來 我當然念阿彌陀佛跟他打招呼 可是喔 我念那個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來我就念 因為我們家後面 就是斜對角那邊啊 是嘉義最有名的地藏安 那我去國外回來的時候 那我去國外回來的時候 我說地藏菩薩是 有大願力的你們把這個大廠弄的 其實他以前就像嘉義的城隍廟一樣 我講了他們才去弄現在的 不知道七層還是九層 那個管理人呢 就問我說 是你跟我講我才把它弄好的 你要不要回來這裡 我就想 不行他們還 拜五星 還有道士 還有說 用道士呢 在晚上去幫人家弄什麼 下地獄的那些 我爸爸跟我講了一句話 不是這個地藏菩薩耶 是那個九華山的地藏菩薩 我們後面那個 也叫做九華山地藏菩薩 我相信嘉義很多人都了解 他說不是這裡的喔 是九華山的地藏菩薩來跟我講經 對不起 地藏經他沒有看過 然後後來他又跟我講 我跟你講喔 你們手放那裡 那些穿一半的手都這樣喔 他說還有喔 一個阿彌陀佛兩個 觀世音菩薩 跟我剛剛開始學佛的時候 換的一樣 我相信現在 如果剛到道場很奇怪喔 那個觀世音菩薩 跟這邊的大師之菩薩一樣 我說爸爸那個不是啊 一個是觀世音菩薩 一個是大師之菩薩 我們常常不認識大師之菩薩耶 我們常常不認識大師之菩薩耶 因為我現在就知道 觀世音菩薩 如果解家福做的時候 不一定有拿淨品啊 拿一個 楊柳枝 可是呢 大師之菩薩一定有一朵蓮花 你們現在看看石雕的也是喔 那觀世音菩薩頭上就是 有一個佛像 奇怪 現在我們下面這個 石雕的也是有 所以告訴你們怎麼認識我 我以前根本就不認識 反正兩個人都通通一樣啦 所以 這個是 順便要講到大師之菩薩就講 我爸爸看到的都是這樣 那我們幫他念佛 他念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 就斷去了 他在還在世的時候 他曾經跟我講 我跟你講 我曾經看完一整部 妙法蓮花經 怎麼看的他沒有跟我講 所以有時候講 我們這次跟佛菩薩能夠絕緣 不是一事兩事 我是從他們 事實上我爸爸我認為非常非常平凡 只不過他跟我講 我一輩子從來沒有罵過一句三字經 也沒有用嘴巴 用壞話去講過人家 我們家找出家的那幾個人說 那師父說得很高興 所以有這種情形 好 那我們說是大師至菩薩 為什麼在我們這個 你去看原文他就講 大師至法王子 怎麼個解釋法 其實我們講大師至 就是說 他有很大的那種力量 很大的力量 我們如果 到了我們 業障線前的時候 甚至於大線來的時候 我們逃不過 沒有能力嘛 連自己的業障都逃不過 我們怎麼樣去 救眾生 我們國語不是有 有時候人家講 啊 大勢已去 有沒有 大勢已去 那個很大的難關 你沒有辦法過去啊 可是 他有那種很 很強的能力 為什麼有很強的能力 這個大師至菩薩也是 很多生多節之前 他就修行了 所以他能夠成為菩薩 那為什麼要叫做法王子 我們講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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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佛要經過多少個階位 五十五個階位 五十五個階位 你就是 最上面那三個階位 都是 已經是 成佛的 那成佛的叫做法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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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他還其次的 就是法王子啊 就是法王的兒子 所以 你看在 在 皇帝 帝制的時候 皇帝 帝制的時候 皇帝的孩子 可以叫為太子 其實他不是說 是這種 是 因為他的 修行他的法位 已經 所以 他就是 所以就是 法王的孩子 我們要 要了解這個 那 如果 以我們世俗來講 一個 一個 國家如果很強 他那個 勢力很旺盛嘛 對不對 那 如果你 自己一個 雖然是一個大國 人家小國來攻你 你都被攻了 是不是叫大勢已去 一個大企業 不管經過多大的風浪 沒關係 他的 他的勢力很強 其實勢力就是要什麼 你裡面有人才 甚至於財力都有 這個才 才是 所以我們要了解說 為什麼 他叫做法王子 就是因為 他僅次於 佛 我問你們 如果你的孩子 開始要讀書 現在來分 幼稚園 然後小學 小學以後 經過中學 然後高中 然後大學 大學很多年耶 對不對 你修 學士大概十三年吧 有些要修碩士 久累 五年碩士學位還拿不到 博士學位更難啦 有些在學校裡面 泡了很多年 他還沒有辦法當博士 你看看 你看看 一個菩薩 他要能夠讓人家稱為法王子 他應該要經過多少的時間來修持 所以我們簡單一點講 他能夠成為法王子 應該就是說 他僅次於佛的菩薩 所以我們平辭都是叫 觀世音菩薩 大士之菩薩 其實 不是只有 大士之菩薩 才叫做法王子 觀世音菩薩也是法王子啊 只要是菩薩 都可以成為這個王子 所以這個就是要 成就十地以上的菩薩位 要講這個 大概我們沒有 那麼多的時間來講 那這個 大士之菩薩 這個念佛言通章的起因就是說 因為他們有向佛報告 他跟那個什麼 與其同輪五十二菩薩 這跟那個大士之菩薩 在那個時候他們 就等三十三位同學 三十三位同學 同在一個 就在那個時間 所以同輪就是一起的嘛 比如說我是三年級 你們也是三年級 我五年級 他們 你們也是五年級 這就是跟他共修的那個班 一共有五十二位菩薩 所以我們講菩薩位 應該有五十五 五十五個階層 一年級到 如果我們講 如果我們講 你要有那個 你真正學到那個東西 那一年才能夠修過去 才能夠到第二年嘛 所以我們講 這個人留班 留級 為什麼 他的分數考不過啊 被當掉了 那你讀多久都沒有辦法 像我們 可能 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或者是阿彌陀佛在的時候 我們也跟他們一起修持 修到現在啊 我們還是博弟凡夫 可是人家真的用功 他的體育快的話 他就 他就很快就能夠奪到這個學位 那他們呢 都是一起修持的 他們都是一起修持的 所以我們講這個 跟五十二位菩薩呢 就是他們以前那個同學啊 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從 坐上 站起來 去鼎禮佛祖 要跟佛菩薩講 這個 怎麼樣念佛才能夠圓滿成就的事 好 我現在講到鼎禮 就要講到我們現在學佛 很多人 到了大殿裡面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樣頂禮 有些人來呢 就是這樣拜 一直這樣兩個手按在地上 就一直磕頭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我們的手 伸出來 我們覺得佛是很尊貴的 我們讓佛菩薩 我現在跟大家常常講說 你就觀想 當我把我的手 翻出來的時候希望說 兩個佛族能夠 在我的手上 我把佛的腳高高捧起 我用我的頭 我們的頭是最尊貴的嘛 你看 頂禮到那個佛的腳 所以你們認為怎麼樣要把那個手 翻出來呢 為什麼 就是這個樣子 講到這個呢 我就想到 應該是二十多年前 快到三十年前吧 我們到馬來西亞 我們到馬來西亞 到東馬去 一個婆羅州 整整一個婆羅州 比我們台灣大很多倍 當我們去到那個 他的首都的時候 他說 我們這個州 只有兩個半出家人 你們會覺得很奇怪 一個是 已經老到大概 要出來 要進去 要人家簽 那另外兩個出家人 是 剛開始出家 沒多久 也沒有到佛學院去的 他說 我們整個州 只有這兩個 兩個半的出家人 所以 他們看到聖堡很寶貴啊 曾經請我們到山達跟 什麼市 啊 普濟市 到普濟市去 然後那邊的主席呢 就說 我們這裡 從來沒有朝過山耶 那 能不能你們帶大家朝山 我們這裡每個月朝山 沒有人要離我們 對不對 他們一說要朝山啊 消息發布出來 所以 山達跟著所有的警察 全部都是來 全部到那個道場下面來喔 來維護 秩序喔 外面不想 不想那個 朝山的人 也要來看熱鬧 那時候呢 香港有一位 大光法師 那一次呢 是大光法師也到那裡去 我覺得就是他要領導那個 朝山 他就跟那些人講 我跟你們講 如果你們真的有恭敬心要朝山 那我看你們這裡有那個頭髮很長的 那個女眾喔 在家居室 她就說 要她跪下來把那個頭髮鋪在地上 讓她踩過去 她就一下子想要風 風洞啦 她就說 要有人就 就 要 在家居室 就是要 把 把頭低下來 你看看 她要讓她踩過去呢 那個 其中有一個就是 他們那邊的 那 這邊我不知道 那 哪都喔 應該就是 屬於那種 沒有官職啦 就是對 華人 對那個 他們那個 馬來 馬來族 有貢獻的人 他就封他一個 一個頭銜喔 就是在那邊最高的那種 那種 好像英國在 在香港也有什麼 太平式是那一類的 那那邊那個拿定的太平 那那一太呢 很奇怪 我去兩三次 她都跟我很有緣 後來 她是請那個 精鋒法師到那裡 他們把她的一個 一個 大酒店 有 貢獻給她 做一個道場 那個拿定就一直問我說 蕙生法師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 人家為法師來叫我們 把那個 頭髮要鋪在地上 讓她走過 我就跟那個拿定講 說實在的 你們到現在去到印度的地方啊 那個路上很不乾淨 那你看 有一位聖者要到那裡來 你要讓她走到乾淨的地方 她認為啊 你拿一個錦段啊 拿一個布鋪在那裡 鋪紅地毯才不夠公斤 你看 當地 很有名氣的人 如果願意跪下來 把頭髮鋪在那裡 就是不要讓佛踩到 骯髒的地方 有這種 這種想法 她說 哦 原來是這樣啊 不知道我要怎麼講 不知道我要怎麼講 人家問我呢 那我要不要把真正 那個時候他們 他們 印度也真正有這種事情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個《釋迦摩尼佛傳》 對我去印度的時候 以前是在印度的時候 曾經發生一點事情 為什麼我會來講這個 有時候某一個地方的風勢 蠻重要的啦 我們當時去印度的時候 交通也很不方便啦 比我們現在到 東北有時候說 要去自然的那個地方 去什麼還不方便 印度的人又很多呢 哇 在路上 樹也很少 他們也是沙漠地帶 樹也很少 然後大家內籍的話 就沒辦法了 一看 那邊有人在建新房子 看不到有人 就大家跑到空屋裡面去 去跟人家方便 那個印度人追出來很生氣 他們要建新房子 你們這些人來到我們家 把那個當成去小便的地方實在太不恭敬 真的 有人被知道上去不接下去 我就想到 在當時 印度它還是四性階級 當然啦 是宗教的 像現在宗教師 然後就是婆羅門啦 然後就是帝王的階級 然後就是做商人的 最後是那些工人 那曾經有一個 小國的 國王想要娶那個比較大國的 就是要娶私家職的女兒 就是要通婚啦 他們哪裡願意 他當然不願意把自己的那個 真正貴族的子女 去跟人家通婚嘛 他就是說 挑一個最低階層的那個女孩子 很漂亮的 就嫁到另外一個國家去了 嫁過去以後呢 他生了孩子 當然他就說 我回我的外公 世家族那邊去 那世家族的人知道 那個是建民的 女兒嫁過去的 等他回來的時候 正好是 這個孩子 師家蒙如佛 他已經成道啦 大家就在自己的家鄉附近 要建一個很好的 宫殿 一個道場 要讓師家蒙如佛修行 可是那個 他就以為他自己也是小王子嘛 进去采那个地方 他们就说 你是贱民的孩子 还敢来采那个佛的地方 所以后来真正 他们就很生气啊 知道了他们娶的 那个太太的身份是这样子 而且那个孩子还进去玩一玩 他认为让他采过的地 全部都要产三尺孙 把那个土拿去丢掉 你看他们恨不恨 所以到采迦牟尼佛成道了 人家还是要来灭他们采迦族 就有一个故事啊 目前连尊者看到这样 他把采迦族的人全部都放到一个坡里面 送到天上去 采迦牟尼佛说 这种事情真的逃不过以前 造业的业力啦 送上去等到他们那些人过来 回去以后再说 安全啦 采迦族的人都可以下来 他的坡里面那些他保护 放到天上去的都变成血水 所以当时采迦牟尼佛才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他们要来侵犯我们的时候 我头痛了好几天 就是印度呢 也是在海边嘛 弄到一条大鱼的时候 采迦牟尼佛没有吃 那时候那时他是小孩子 他打了三下那个鱼的头 所以人家要来灭苏家族的时候 他头痛三天 可是那些把肉分回去吃的 这些苏家族的人 以前就是同村的人 把肉分回去 你看等到人家要来报仇说 你竟然把那个建筑的人 嫁来我们这里 王子去取你们那个建筑的那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到了那天我突然间就想到 真的不应该人家建房子 他当然是希望急急立立 他们房子还没有建好 才把那个围墙围起来 我们很多人都 真的找到一个好地方 可以真正很放心的去 所以被追出来的时候 那一刹那我真的 我到现在几十年了 我印象还非常深刻 所以那个我们顶礼佛祖 就是我现在还跟我们的人友这样说 你不要想只有说佛祖站在那上面 我还告诉他们 你要想想 两朵清净的大莲花就在我的手上 佛的脚这样站 我们手这样对不对 我们是内巴 我们站的时候是不是外巴 两个脚是这样站 正好站在我 观想佛站在我们的手上 所以很多人 这个顶礼的时候 不是把脚 不是把我们的手这样放 有些人就是放在你的两个 就是放在你那个脸的中间 捧头 捧头 然后这样起来真的很 都不庄严 你要下去的时候 你压下来的时候 两个手 压下来就是这样 然后你把手翻过来 真的我常常想 我一礼之间 十方法界诸佛 都在我的手上 接受我的供养 所以你看他理佛的时候 头也不点地 甚至于不然就 要念南无相云盖好长 我就干脆爬下来 睡一下下再起来 根本就没有在理佛 所以我们讲到顶礼佛族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我把这个 为什么我们顶礼佛族 要讲 甚至为什么他们以前 要把那个头发散下来 其实他们是在那个 大家在拜佛进行中 那位老和尚大概 他在香港都是弘法比较多 其实那个 我们去的人 都经常因为 跟我们老和尚在一起 静静婆去就这样拜 所以他们大家都用拜 那个老和尚就走上去 快到的时候就叫人家 让他踩 我记得那个拿丁 他在后面 他就听我 听我讲来以后 他说 那会生法是你走最后一个 我把我的头发铺下来让你踩 我说 绝对不可以 他头发也短短的 他就是想 对啊 那你最后面 他也不懂 有时候尊重是 尊重在最后面 被领导的是老和尚 他走在前面 我怎么可以在最后面 让他踩这个头发 其实他还是有 真正把头低下来 他说你如果今天你不要踩过去 不行 我快一点踩一下 最好不要让那个记者来访问到 所以那一天啊 第二天大概是 他们山打根那边 他是在东马 出木头最多的地方 我们台湾有很多 木材商人到那里 赚到很多黑金 就是在那个山打根那边 因为他 其他斗壶啊 其他地方的 全部都运到那个海港来运出来 可是讲到那个顶礼 我就是 拉拉杂杂啦 也跟大家讲一下 让你们有一点印象 下一次你们要拜佛的时候 不是让你们下去 还敷脸三分钟 然后敷脸敷到 该起来也不知道起来 有些人就说 头低下去好累哦 好累哦 大菩萨摸好沙的摸着还没有出来 你们就想 快要唱这个啦 赶快 有些人很快 他的头就冒出来了 其实我们如果有 有虔诚恭敬的心 我相信你在典礼的时候 那心情完全不一样 前几天还有一位居士 他从来没有来过 在我们佛去之前几天 他说我上一次来极光市 就在那个梁房之间 拜佛 梁房都要拜佛嘛 他从来没有拜过 他说 为什么我一路拜一路哭 我说 应该你是很久没有到道场吧 你已经回家了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对 我看到有一些影子 然后他说就有人 他说下意识里面就有人说 你终于回来了 他说可是我今天来看到你 我也哭 我说这个跟我完全无关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感动 我可能可以跟你讲 我说你今天有这种激动 真的你是回到佛菩萨的身边来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件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说那一天是他的那个大姑 他带他的大姑一起来 就是他先生的姐姐 他说他嫁出去 不是他们家自己的爸爸妈妈 他嫁出去的那个婆婆 他说那个婆婆从他嫁进去以后 他每天都念诸不离手 可是他是仅止于说 我在家里我有听 去道场我有听师父有念佛 可是他说他也没有带他 他没有带他到哪一个地方去念佛 那个婆婆到九十几岁 要往生之前 那手已经拿不住念诸了 可是他还看到他嘴巴一直在念 我就问那位女士说 对不起 你在那里跟婆婆相处 我说他在念佛 我说婆婆往生来以后 你有没有继续到道场去 他说师父跟你讲了对不起啦 我沒有去過道場 就是懶惰 那是婆婆要我們勉強陪她的 她沒有那個意思 她說 不只這樣 我這段時間 我還走了某個道場 不是佛教的 應該是不是佛教的 她說 一直還有花了一些錢 所以 她說她走錯了 她也很後悔 所以我說 你看 你到一個這麼莊嚴的道場 你在那裡拜佛 當你拜下去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某一些感觸 下意識的 所以 跟那個馬醫師 還有那個儀貝醫師 都講到 的確會有一些印記 在婆婆那段時間 她有這個印記 可是後來就沒有了 我不知道今年 我們糧房的時候 她就跟她這個弟妹曾經來過 所以有這種感受 這個也是我想像不到的 所以很多人喔 不只她一位啦 很多人都說 我為什麼到極光室進大殿以後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不敢跟她開玩笑說 我們極光室出家人 有欺負你對不對 事實上 真正有時候我們 就像那個佛菩薩常常 後面要講的 她常常想著孩子 可是孩子都不回來要怎麼辦 沒辦法 前面還講到兩個人 一個人是一直想另外一個朋友 可是呢 她跟她碰到也是聊幾句就走了 或者有時候擦身而過全部都不什麼的話 一輩子也沒有辦法在一起啊 我看我們跟佛菩薩大概是這樣吧 닝美於是有一個正定的 但也就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他不贏 其餐廳的 Really,讓我們職位 我們有不是永當愛的 阿聰明 就是一些愛的 幫個人也對 因為祇有養的 誰屬於一起 從那邊 你們看起來 如果保護 甚至於 暨� cancers 就覺得 不要這個іль大 而是 無反而 大家能夠了解一下下 我相信我們要提心呢 可能會比較提得起來 走過去念一遍嘛 就像念心經一樣念一念 慢慢念你 可能慢慢心裡就會有所體會 我們今天晚上時間已經八點半了 所以我不能再講下去 好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